这次的妆容呢 比较走向冷色调 主要用的银灰色系 来打造出平常假日外出 就可以实用的妆容 做完了基础保养之后 我们就可以先刷上一层 薄薄的粉底液 来修饰整体的肤色 冬天到了 如何使用粉饼定妆 但又不会造成皮肤的干裂呢 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蜜粉刷 先沾取粉饼 用轻拍的方式 再刷匀 这样子的底妆 就会定得又轻又薄 这次的眼妆呢 是使用Lunasol的眼影盘 可以看到 这一盘的色系 都是偏向冷色调的银灰色 先使用左下角的亮白色 来打亮整个上眼皮 接着使用右下角的灰色眼影 涂在眼泽处 那边缘的地方呢 可以再用另外一头的眼影棒 晕染一下 为了增加眼睛的深邃度 为了增加眼睛的深邃度 我们这边还是使用黑色的眼线胶笔 来画出内眼线 接着使用R1K的银色 大亮片眼影 上在眼睛前段至中段的位置 用完大亮片的眼影 蹭底之后 在叠上Lunasol眼影盘中 偏银蓝色系的眼影 压在前端的位置 前端提亮之后 后端只是用一些 带一点墨绿色的银色眼影 叠在眼窝的位置 让整体眼妆 都是呈现冷色调的感觉 夹翘睫毛之后 再刷上一层睫毛膏 就完成这低调奢华的眼妆了 如果想要让眼妆再重一点 就可以佩戴上假睫毛 那这次我选择的是 七二八款式的假睫毛 下眼影后段的位置呢 我们可以叠一些灰色的眼影 来让眼睛持续的放大 那前段至后段呢 可以再用一些 带蓝的银色眼影画过 让眼妆更明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至于眼窝要不要用咖啡色 再做修饰 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而定 腮红呢 我先用浅橘色来蹭底 再加上一层粉红色 让秋冬的妆容呢 也拥有好气色 唇妆呢 这是使用带有一点 Pitch的裸色唇彩 再叠上裸色唇蜜 一个冷色调又简单的 秋冬外出妆容就完成了 希望下次大家外出的时 可以画画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